先给你娘止疼吧 要止疼就只能吴宇用针灸 她挤针下去 巧妹娘就觉得骨头缝里 钻心疼的感觉就慢慢地消失了 真的不疼了呀 慢慢地她就睡着了 这是她自从患病以后 睡得最安稳的一觉了 巧妹爹很诚恳地跟徐平和吴宇道谢 她是因为含血弱体引起的风湿 原本不严重 但是没有到的好的救治 耽误了 所以越来越疼 最后导致无法走路 现在她不光是腿的问题 寒气已经进入到她的五脏六腑 再加上她常年卧床 求生欲不高 所以五脏六腑慢慢地坏掉了 如果现在不治 她最多只能活一年 你们打算怎么办 是吗 我们当然想治 可是你们很快就要走了 世子妃也不可能给我娘治病 她会 我妹妹很善良 你要是想治 明天就去见见她 还在和楼翼翻滚的沐纯青 不知道徐平已经给她找上活了 沐纯青早上睡醒以后 没有马上起 她感觉到了 今天她们可能走不了 我正的 真吧 我怎么觉得 沐纯青这语气像是宽 周灵会走路一样 再次见